大家好,我是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黑神化悟空 外网玩家提取出的四媒平民的模型 这下要他的四媒三地区见了 黑神化悟空猴哥九位女排名 白骨精太离谱 这对是天造地色 各位黑神化悟空的大佬们好呀 四媒这位角色绝对称得上是许多玩家的一男平 毕竟他一次一次帮我 我们就算自有一身神通 到最后他被抓走 我们却见都没见到一面 一句臭猴子 让多少天命人忘了前进的路 而且蜘蛛精别的几个姐妹是辫子 就四媒是谈记 明显是嫁人了 应该就是前几次的天命人 但前几次天命人 估计都没有打通这一关 所以他一直盘记等着 能有打通这一关的猴子 好消息是国外某推主 已经成功还原了蜘蛛精四媒和平平的模型 而且建模的效果相当地还原 不仅是面部的表情 就连服饰 手饰等细节都一一还原 不得不说 这位推主的建模能力确实强大 既然模型已经有了 那么未来同人的作品还会远吗 答案是肯定不远 毕竟已经有多位大佬 绘制出了同人二创作品 有玩家调侃说 原来贺仙人没把四媚绑去炼丹 是绑去绘图了 不得不说 平平真是太甜了 在一生生好哥哥中迷失了自我 就这颜值 谁来邪不迷糊啊 也有玩家表示 玩到这的时候 我一听这声音整个人都输了 再一看挂树上了 啊 不会是红孩二吧 再一看放心了 是小狐狸 最后玩到关底 还真是红孩二 难崩了 不过平平经常和红孩二一起玩 所以红孩二被老牛识破的时候还奇怪 明明很像了 怎么还能看穿 说明平平平斯可能也是这样的 按游戏设定来看 应该是从来都没有出场过 出场的也是红孩二变化的 妹妹的下落 红孩二语言不详的 应该是把她送出去了 不想她牵扯进来 这是红孩二自己无法放下的夜叉族的仇恨 而且不仅平平和四妹 就连玉姐抗金星君也有了二创 唯一的遗憾是星君太弱了 外形这么优质结果出见过了 思以为控制在大多数人 五到十次能过的话更好 不过离谱的是 居然还有老外对猴哥进行了二创 我是彻底绷不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这个形象的猴哥如何呢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 好呀 最近在论坛上 有玩家总结出了 不同剧情中的孙悟空 CP 这位玩家表示 最近看大火很难接受 白骨精和孙悟空谈恋爱 我就去查了查猴哥 有多少位女妖精朋友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孙悟空背着我们 谈了这么多女朋友 那么对于猴哥的这些女朋友 不知道大家最能接受哪位呢 目前榜单已出 一起来了解下吧 首先是最能接受的是 猴小妹 来自1999年动画版西游记 被猴哥所救 并介绍猴哥去当猴王 同类还挺合理 算是天造地色的异对了 第二名子依 也是来自于1999年动画版西游记 身份是天庭舞女 王母娘娘身边的七位是女之一 因吃了齐天大圣孙悟空送的盘桃 而被关入天牢 后被悟空所救 在小雷鹰四片段中 再次巧遇孙悟空 并帮助孙悟空解开金箔 为了帮猴哥偷王母的东西 算是对猴哥真心真意的 第三名白金金 来自大话西游里 虽然是跟至尊宝谈的恋爱 但距离只把孙悟空的形象 一分为二了 至尊宝 是世人间体 有七情六欲 戴上金箍 就得绝心绝爱了 也算是猴哥的CP了 毕竟大话第一部月光宝盒开头 白金金来找的臭猴子 指的就是猴哥吧 第四名紫霞仙子 大话西游 大圣取亲礼的 虽然是乱编 但是经典 也是很多玩家的最爱 第五名琪琪 这个也是孙悟空吧 一开始向破腹 后来成长了 变得通勤达理 只是悟空是真不顾家 琪琪嫁给他遭老罪 第六名紫蓝仙子 张卫剑版的女主角 跟猴子 有类似穆石前盟的设定 第七名苏小黎 来自超神学院 和雄兵连礼 跟猴子有一腿 原形是 绕猴子配阿黎 但是后来 绕世界观重置了 原来设定里 孙悟空成佛后很无聊 发现了符文之地后 玩心大起 因为符文之地 无法承载他的力量 所以拔了一根猴毛 化身来到符文之地 但现在吃书了 猴子只是符文之地 一只普通的猴子 是剑圣的土地 第八名玉兔 来自动漫美猴王的女主角 虽然说也是魔改 但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青梅竹马的玉兔妹妹 谁不喜欢呢 而且这部孙悟空 星星都不用去取金 直接就是满级的 真要说 要取金的 反而是六尔 最后就是大家 最不能接受的白骨金 这对CP是怎么搞的 实际弄不懂 而且地方抽象点 还不只是猴子 还殃及了唐生 猴子和白骨金谈恋爱 那他不可能主动去打白骨金 那怎么打 只能唐生当恶人 悟空 你已入我佛门 去断了这成员吧 猴子不听 然后就念紧箍咒 逼着他去